神射手挑战之雪战秋秋王 好的 本关卡为本人细心研发 主要考验各位旅行者射的快不快 准不准 稳不稳 如果您觉得自己是一位神射手 那么就来挑战这个关卡吧 首先由我为各位走一遍流程 温馨提示 千万不要想逃课 逃课的后果呢 可能就是挑战失败 那么开局只能选择弓箭手 进入秘境之后呢 您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您觉得自己射得很稳 很准 是个后裔就像我这样 那么您就可以直接挑战 最远处漂浮的史莱姆气球 只要击中呢 第一间您就逃课成功了 打开宝箱进入下一间 对了 这个关卡挑战成功的条件呢 是要开启两个宝箱 那么如果您的射手不够精湛 就可以选择上方的元素方碑 点亮其中任意一个 在远处的秋秋人身边呢 就会产生炸弹 只要您射击炸弹 炸死那些无处可逃的秋秋人 这边就会为您开启工厂 在开启封场之后 就可以来到上方平台 当然您不上去也可以 只是在上方的平台呢 对于击杀史莱姆气球 会有一些帮助 在击杀完史莱姆气球之后 您会看见 远处的秋秋人牢笼 出现了一个炸弹 激发炸弹 消灭可怜的凯瑞亚移民 您就获得了进入下一关的资格 对了 还是要记得打开宝箱哦 OK 那么此时 您已经来到了下一关的挑战 不知道此刻 您的挑战时间还有多少呢 一个合格的射手会给自己留下一分钟的充足时间 在这一关呢 您将会和秋秋王展开激情对射 准备好的话就触发边上的机关 然后您会发现对面有炸弹 射击炸弹呢 就能对秋秋王造成伤害了 炸弹用完了也不要着急 只要您可以灵巧地闪避秋秋王和目盾秋秋人的袭击 并且击破远处的史莱姆气球 就会刷新炸弹 注意千万不要连续地击破史莱姆气球 这样会导致您无弹可用 爆寒终身 好的 那么在一闪一射一爆炸中呢 击沙秋秋王您就可以获得宝箱 打开宝箱呢您就获得胜利了 怎么样 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我想能射善射的您 一定可以完成这个简单的挑战吧 好的 赶紧来尝试一下吧